福光山2023教师生命教育 严习营带领着200多位的老师们 来精进教育方针 而今天的主题是 创意教学快乐无限 透过了更多元方式 让老师还有学生 都能够从中来获得欢喜 你开幕是吃饭睡觉 我们没有开幕 也是吃饭睡觉 专注听讲认真修持 福光山2023教师生命教育 严习营 全台200多位教师 发行兰山学习 其变为孩子带来更丰富的 教育内容 这次的主题定调在 创意教学快乐无限 每个老师在教学上 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瓶颈 甚至一些不容易 在教学上不容易掌握到 怎么样气力气气 对孩子们的 让孩子的学习是快乐的 或者老师教学起来 也是充分的那种自在 我想这里面都还是有更多的需要 不断地精进跟学习 创意教学快乐无限 这是今年度研习主题 希望用更丰富多元的教育 为学生拓展更宽广的事业 不止学习更要适时释放压力 也美丽老师们透过佛法 产定身心 人是活动的 人的心情耳朵是一样可以听 但是领会力 接受力都有各种不同 所以有时候要不厌其缓地 把各种光华传授给他 新云大师他一直相信 在学校里面有充满欢喜教学的老师 才会有欢喜学习的学生 很感谢来自全国 厌力发行参与这个活动的伙伴们 把三好理念从校园向下扎根 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成为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 发展新云大师办学理念 让教育跳脱书本框架 培养青年学子成为正向且优秀的人才 安静卫市皇国中高雄采访报导